看看新闻网 柯震东下意识地将摔倒在地的记者扶了起来 而就在最近 有台湾地区媒体爆出 在未来的两年内 柯震东都不能再到祖国大陆发展 与此同时 关于柯震东的未来去向也传出各种版面 有报道称 他很有可能继续读书或者当兵 当然柯震东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借除毒瘾 记者了解到 他已经自费到医院进行借应治疗